这次淡水旅行团服务的对象是小朋友 拜他们搭乘捷运到淡水 满布在河畔 吹着风远眺对岸 品尝老街上美味的小吃 尤其是那些网红们推荐的美食 结果小朋友一看到这家 巨如霸双麒麟就一涌而上 小姐姐及双麒麟的技术真的很厉害 双麒麟简直跟台北101一样高 这种噱头十足的双麒麟 对小朋友来说有着莫名的吸引力 隔壁的小卷很吸引我 产地直送超新鲜 只用开水烫一下 简单的调味超好吃 我觉得小朋友们应该会喜欢 结果他们完全没兴趣 直接跑到糖呼噜摊位前面等我副葬 跑这么远到淡水买糖呼噜 不要太意外 小朋友喜欢的跟我们想的不一样 就随着他们的喜好吧 如果热到受不了想吹一下冷气 可以躲到淡水中正美食广场 小朋友们在这里发现正在做粉圓的商家 全部围绕在老板前面看他表演 老板也很客气 微笑的招呼着 跟小朋友展示粉圓不是从树桑掉下来 而是这样摇出来的 美食广场环境还算不错 重点是冷气很强 我决定不管小朋友了 自己买喜欢的来吃 热爱糯米肠的我锁定这家 半瓶屋手工糯米肠 有着名店该有的元素 祖传三代老店 产品手工制作 排队人潮 动作很快的店员 糯米应该有先炒过 红葱头与酱油调味 灌入猪肠中 我对这家的期待很大 但吃过后觉得没啥竞争力 首先它的调味酱不搭 糯米肠还是烤一下比较香 我不是很喜欢 淡水卖小吃的都是以婆妈为名 阿婆鸟蛋 阿嬷的酸梅汤 还有这家红妈 目前一杯卖35元 夏天经过来一杯酸梅汤解渴 刚刚好 这位阿姨不是红妈本人 不知道红妈跟阿嬷 哪一家的酸梅汤比较好喝 买了份虾卷来尝尝 一份25元真的很便宜 自己涂上酱料 趁热吃咬下感受饼皮的酥脆 单纯享受淀粉油炸后 卡滋卡滋的口感 其实内馅包的是什么 我根本吃不出来 不懂这在哄什么 玩游戏逛商店 才是小朋友们的心头好 厌室都有的一局一百的游戏 或者文创经典品店 爸妈可以带着小孩 到老街上的龙来百货行逛逛 走进时光隧道 被各种传统的台湾古早味零食 玩具和纪念品包围 回到半世纪前的台湾 虽然小朋友有兴趣的点 其实在各大老街都可以看到 但带着他们逛淡水老街 留下了足迹 吃过了小吃 都是跟着父母一起经营的回忆 或许未来就是靠着舌尖上的记忆 回味与父母一同度过的岁月 永远的怀念 以上就是本集的全部内容 欢迎在留言区 留下你对淡水的意见 喜欢我的频道 也请您订阅加分享 非常感谢 我们下次影片见 拜拜 拜拜 拜拜